出来之后就一目了然,不及格的马上就看出来了,其实一个而已 那 不及格一个之外,其他的话 可能 比如说成绩还可以调整一下,像 有时候你们成绩算完之后,有时候还蛮挣扎,像有些同学刚好58分 或者刚好59分 那我就要 挣扎就是到底要不要多给他一些分数 再不然的话就是再把它扣一点分数,不然的话刚好59分的话 其实拿到这样的分数的时候 可能你第一个直觉 会觉得老师其实 是不是很故意 刚好你 所以有肉质蛮麻烦,就是要不就是给他及格,要不就是 再帮他扣一点 扣他55分,感觉好像比较不会 好像要过不过的那个 成绩出现 所以有时候啦,我会借由像类似用Excel 计算成绩就会相当的方便 然后 趋势图,你也可以看出来这个同学 他越来越好 可是最后一次好像是 日常 有没有 你会发现 看这个图就知道说他平常的表现 前面三次是平常 越来越好 可是 可能也许他平常都没有交 作业 作业成绩 几乎是 0分 30分 所以他会不及格 一看就知道是 哪个环节 出错了 所以有的时候啦,如果你是单身像那种 客服班,就是像外面的安清班老师 或者补习班老师 其实也蛮有必要的 你要知道 一个学生 他的成绩 起起落落 那你直接看那个成绩 会看得很辛苦 但是直接看图 一目了然 相当的清楚 所以这个图要怎么做出来 我觉得还蛮 蛮必要的 像有时候要统计 统计家里的一些 支出啦 或者一些费用等等的 也会从这地方看 好,那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来看 如果你要做一个封面 但列印出去 成绩要绞交 那绞交可能需要有一个图 先 让人家知道说 这个后面的成绩 主要有哪一些 那我希望做出来的 就是长得像 封面嘛 至少要漂亮一点 上面有个图 让人家知道说 你的学期成绩 是包含有四个面向 就是你的学期成绩 像这样的图 就一目了然 OK 可是问题呢 你要怎么样在Excel里面呢 做出一个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图 那这个图呢 基本上 就是利用什么功能做出来的呢 其实也在 插入里面 它是放在哪个地方 它有点像小小的机关 在这里 这个叫Smart R 不过我印象中 其他的版本就把它放大一点 会跳出叫Smart R 但有些版本好像就小小的 所以特别注意 等下找功能的话 不要找不到 Smart R 怎么样把这个东西 画出来 那我们就 按部就班的来看一下 其实也非常简单 你只要步骤做对的话 其他我是觉得都还蛮简单的 那它这个题目里面 要我们做的动作 我跳到别题去了 第一个 在成绩 计算 流程工作表 所以切过来 第二个 插入一个Smart 我刚刚讲那个小小那个图 然后你要找到叫发散新型图 那颜色改一下 然后另外的话呢 也把它样式改成光泽 并且放在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先把这 几个动作呢 先做出来 Smart R 然后新型图 这个第一个 变更这个图是这个第二个 光泽这个第三个 位置 这是第四个 所以 这步骤也蛮多的 反正你只把步骤呢 记熟就好了 所以这个 不过也不需要刻意啦 我觉得你做熟之后 很多东西变简单的 这东西其实 其实专业 专业跟技能 不外乎就是说 我第一个我知道比你多 第二个我 就是比你熟练 我闭着眼睛都会做 而且我做得非常快 不过这些需要什么 需要时间 好像以持有为什么 我功能 对这边非常熟 因为第一个我真的有去考 这个证照考试 而且我是考最高的那个等级 那个等级 真的考过你就知道 他五道题 总共有五十题 就是五十抽五啦 然后呢他要你在 现场要一个小时之内 把五道题做完 然后还有二十道题的选择题 然后一个小时之内做完 你会发现 时间过得飞快 一下子时间就到了 你还没有时间思考 就是你要看到那个题目 马上要把结果做出来 就对了 那真的要熟练到一个不行 否则的话你去参加考试 就是只是 缴报名费而已啦 OK 那你说有没有用啦 我是觉得姑且不论有没有用啦 最重要不是结果 是那个过程 你那个过程如果通过的话 你就会很有信心的 你对这个软体 基本上掌握 应该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Smart 1 先插入什么呢 Smart 2 OK在这里 那 当然如果你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功能 请你记得 把游标放上去啦 他也会怎么样 跟你讲说 这个东西就是Smart 2 然后呢 我们点点击他 OK 第二个的话呢 他这边有很多的图啦 所以今天也许 今天的那个 证照题是固定的 可是也许 我们后面 会给各位留一点时间 给你们去做一个变化题 这个变化题就是 除 不要跟 证照题要的一模一样的效果 但是请你找其他效果 可是做的也许是类似的东西 你自己去熟悉一下 我觉得Smart 2 非常值得去熟悉 因为 以后你只要做 一个简单的图形 不要用Photoshop 那么 复杂的工具 其实利用Smart 2 也可以做出很多的 你需要的那个效果出来 那他要我们做什么呢 叫什么 发散什么 他这边有一个 一个图叫什么 发散心形图 所以其实 考证照就是这样 他就是你要马上 你不能说 他好像在这里 好像在这里 那其实 你找半天 其实就很不好找 他一定是在循环图里面的什么位置 有没有发现 他叫什么 发散心形图在这里 所以你要能够怎么样 很快的把那个图给找出来 你不是说 一个一个慢慢去 好像 在那边逛大 逛 逛半天还找不到 所以 第一个 请你找到什么 循环图 所以 插入 这个 找一个循环图里面的这一个就对了 所以你可能要稍微记一下那个轨迹 按确定 他出来了 那这个地方呢 会有 五个 这个是中间的 底下是他的那个 里面的资料 那这些资料在哪里呢 基本上这些资料 都刚好在 应该是 这个有比例 这个比例可以 我刚刚是有加了这个东西 这个比例可以拿掉 基本上的话呢 就是 总共 会有 一二三 五个东西 那当然呢 你可以几个方法 复制贴过去 不过我的习惯是 把这个资料 C 复制一下 贴到我的习惯是用那个什么 记事本先把它过滤一下 过滤什么 过滤我要的 然后呢 等下就把它贴到那个 什么里面 所以 我要的东西 这个有双一号 然后 这个中间有这个东西 我把它Ctrl C Ctrl H Ctrl V 贴上 把它取代掉 把它去掉就对了 那所以有 一二三 四五 那这是 这几个资料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拿这个资料 复制一下 像刚刚各位可以看到 总共会有五个东西 中间的话呢 其实就学习成绩 所以你会发现 贴上 我刚刚是不是 错了 我没点到 所以这边的话 取消一下 再把它删掉 再一次 插入那个 这个 然后 循环图里面的这一个 按确定 这没错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分别呢 把这些图给加进去 那 再来的话呢 我中间的部分的话 是要加那个 学习成绩 所以这边的话 那 刚刚好像有一个文字 视窗 我把它关掉了 所以这边可以把它关 刚刚不小心 如果你不小心关掉的话 这边有文字上可以把 那中间的话 是学习成绩 所以我的习惯是把学习成绩 贴上 那用那个 这边的好处就是说 你可以 Ctrl C Ctrl V 一个一个把它贴上 第一次 然后第二次 第三次 跟日常考察 那好处就是说 因为 记事本 它会把一些不需要的格式 帮你过滤掉 留下来只有文字 比较不容易出错了 OK 然后把这些资料分别 那你也可以自己打 比较花时间而已 第一个 我们完成了 第二的话 它要做什么呢 它要做那个 我们要做的是 变更色彩 彩色辐射 跟 样式变光泽 在哪边 其实 变更色彩里面 彩色辐射在哪里 就这一个 有没有 而且你会发现 本来 那个 有点黑白 你会发现马上变彩色 等一下 其他还有这些效果 你也可以自己再挑一个 你喜欢的 我们如果考试的话 他要我们这一个 那就这一个 其他有这些 其实还蛮漂亮 OK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 我们要把它变成立体的 所以 题目有说要 立体里面的光泽 所以就这一个 本来是2D的 如果你选择 立体的光泽 这边点下去 马上就变立体了 感觉还蛮方便的 一下就有这个效果出来 OK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 再来的话 他说要把这个 位置 移动到哪里呢 A1 也就是他的左上角 要在A1 他的右下角要到哪里呢 好像叫G17 所以你就是把他的右下角 这个端点 把它移动到G17的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头 这个尾的位置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 SmartArt 已经很接近了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把这一题讲完 这后面还有什么 他好像还有一些 要什么 分别输入 这个我已经输入了 那 字的 大小 11 微软 正黑体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这一边的话呢 字 当然你如果要一个一个设定 比较笨的方法是 选取这里面的资料 再到常用里面 把字 换成11 因为里面有五个啦 那你要做五次很麻烦 我的习惯是这样 直接在 这边文字 整个选起来 整个一次全部变11 这样会比较快 不然的话你可能要点一个 然后做一个 格式设定 再来的话呢 字的 字型部分要是 微软的 正黑体 所以你往下找 应该会有一个微软正黑体吧 有 没错 这个有 微软正黑体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 题目要的 这个效果 再来的话还要做什么呢 日常考察 及 其右侧 做什么呢 鲜明效果 橙色 辐射 是 所以特别注意 他现在就全选 那我们就是要日常考察 其 这个 所以要选两个 那特别之后你如果 点这个 还要再点这个的时候 如果你这样点 他一定只能选一个 如果你要两个都选到的话 记得要按下什么呢 Ctrl 键 这样两个才能一起 不然的话你变成要做两次 然后他要做什么呢 什么 橙色 这个这个效果 没有 他说要 鲜明效果 橙色 辐射6 效果的话 特别注意 如果你选完你要设定的 物件之后的话 第二的话呢 你请你找到上面会出现 什么工具 那再来就是要不就点设计 要不就点格式 基本上 他要的应该是什么 样式 所以请你找到图案样式 有个小箭头 里面的话 我记得应该是哪一个呢 应该是 也是 右下角的 这一个 叫什么 鲜明效果 橙色 辐射6 OK 所以其实 他也是考你熟不熟这个功能 找不找得到而已 把他点下去 好 所以 这个 跟这个 就设定好了 设定好之后的话 然后最后还有什么 学习成绩要这个效果 文字样式 并把它改为深蓝色 然后16 文字样式要改成这个 填满红色辐色 什么浮凸 什么雾面浮凸的这个 到底是哪一个 一 一一样选这一个 二的话呢 找到什么 文字效果 那浮凸的话呢 我记得好像是 是这个吗 文字效果 内阴影 这效果好像又跟旧的版本 之前2010的版本好像不太一样 是不是这一个 红色 外框 好像是这一个 看一下 那只要那个 跟 不过它有雾面浮凸效果 好像版本有点差别 不过这个效果我想 大概前面相同就可以了 那这个再找一下 那另外的话呢 颜色部分的话 深蓝色 我们深蓝色颜色的话 就直接从 常用里面的 字的颜色 深蓝色 字的话呢 把它改成那个 16号字 效果好像怪怪的 应该要选里面 选外面 物件跟选字 结果不一样 选里面的 然后把这个字 改成 深蓝色 因为主要应该是这个 格式 里面的这个效果 这个再 清除掉 把它恢复掉 这个我再找一下 常用里面的这个深蓝色 16号字 效果基本上呢 大概长得像这样子 那请各位试一下 这边的话 什么啊 画面先还给各位